什么事? 是我们这个镜头第一次的浸礼 很感谢主 我们那天有八个大兄姊妹受浸 其实我每次出席浸礼都很开心 但这次是特别的 因为是我们这个镜头第一次浸礼 每一个见证都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神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怎样带着他信耶稣的过程都不同 所以令我十分的振奋 更加积极的示范上等 不过其中一个见证 就是跟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很有关系 所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见证 不好意思,我没问过他 不过他已经说了,应该没问题 其中一个姊妹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他说虽然是没有多久 或者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他决定会点受浸没有多久 他就发觉自己有癌症 对吧?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人生的风暴 会不会? 突然之间有癌症 不单是风暴,是大风暴 但是我感动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姊妹分享的时候 他说是吗? 他好像没有害怕过 他表现也没有害怕过 他说他没有感到恐惧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 反而他深深地体会到 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和关心 所以他十分感动 其实呢 说到类似这些人生的风暴 其实每个人早晚都会遇到 甚至可能你已经遇过都未定 无论风暴是大是小 总之人生里面就是有风暴 不如有重病 或者有经济的危机 婚姻已经有裂症 不知怎样去修补 或者发觉你子女健康 有些不行 或者有一些很不正常的行为 你不知怎样去处理 或者你在做工 特别先过几个月 很紧张 经常怕被人炒油 另外一些人生的风暴 我觉得很难去抵受 是被你的亲友出埋 不知你没有试过 希望没有 不知你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你是怎样回应的呢? 或者你以前是怎样回应的呢? 将来那些我不知道 希望经过今天之后 你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你以前是怎样回应的呢? 我刚才说到她的姊妹 我不知道是因为她对医药有信心 还是对上帝有信心呢? 我没有问过她 我不知道 不过无论如何 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能够在这些人生的风暴当中 用一个平常心 很宁静地去面对 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的 想不想? 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 能够宁静地去走过这条 令我们觉得很阴暗 不知前面是怎样的一条道路 我们每个人都想 想还想 但真的临到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 就算是当日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他们来说 当这个风暴出现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今天跟大家讲的 其实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听过很多次 很熟悉的故事 是什么? 耶稣平静风浪 已经有人听过了? 有没有人听过? 有没有人听过? 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 如果你常来都听过 耶稣平静风浪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不过 当我再有机会重新 再看一看整个过程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门徒 遇到这个风暴 其实是耶稣对他们 一个信心的考验 耶稣让他们经历一个 信心的风暴 一个信心的风暴 从而是帮助他们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 他们能够认定 他们到底应该依靠哪个 信乃哪一个 圣经为我们知道背景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我们刚刚有一群人 在加利利海返来 来到圣地 不过就刚刚越多打仗了 想听听你们说 再次 Anyway 加利利海在海边 耶稣上了其中一个门徒的船 然后坐在船上 向着岸上的群众 说道 一直说 耶稣挺长气的 一直说到黄昏 但是人们也不想走 所以可能人们不想走 圣经就说 门徒就离开群众 这样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 第四章三十六节 门徒就离开众人 耶稣在哪里呢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亦有其他的船 跟他们同行 三十七节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是满了水 我想问一下 你们去的 圣地那班人 加利利海 你的导游 我告诉你们 加利利海 其实是比水平线 低出七百尺 有没有说 不知道 总之是 低出七百尺 比水平线低出七百尺 周围有很多山围住 那些山谷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缘故 时时也有风 在山谷吹到海里面 所以加利利海 时时 世间无神就有风暴 你不知道风什么时候来 一吹下去就有风暴 这样 其实 这可能是代表我们的人生 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 你觉得好像很平顺 没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 忽然就有事发生了 有没有试过 觉得没什么 忽然真的 有些事发生在我们的桑东 而且 对我们来说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吓 以至到我们好像 不知所措 不知怎么算好 应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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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有一些突然的人生风暴出现 你没有预算去想定的话 那你会怎样 六神无主 你会乱了方寸 你会怎样 可能你会 哎呀 害怕得上来 做错事 或者有些人 在那里 冻了 那又怎样 坐以待毙 对吧 所以很多老人家 长辈都会鼓励我们 要什么 予如囚谋 但是这群门徒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他们 有好几个人 都是愚夫 对吧 他们其实从小到大 就在加利利海面 打羽谋生 所以这群人 其实起码其中一部分 就不是一些 没有见过风浪的人 对吧 但是圣经说 连这些门徒 都害怕 十分的惊慌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那个风暴 就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一般 那些打风 这样 他们只是觉得 那个情况十分空险 就是性命可遇 所以他们才觉得 哇 怎么办 那些船 刚才我们看到 都灌满了水 灌满了水 就沉了 这样 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就是 这样到京方 其实也很正常 有危险 对吧 可能命也没有 那当我们发觉 哇 这个这个我们 真是受不了 不知道怎么办 的时候 你怕他上来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分到几类人 如果是小朋友呢 小朋友害怕 恐惧 会怎样 找谁 找妈妈 找妈妈多些 有时候找爹地 不过是爹地 妈妈的小孩 青少年人 找哪些 不找爹地 妈妈的 找他们的死党 有问题的时候 先找他们的朋友 对吧 如果大人 成年人 当你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你会找哪些人 你会找那些有权力的 有影响力的 有经验的人 去帮忙 应该是这样 对吧 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 你信主了 你找哪个帮 我说 有人在上面 我还没说几十年 我告诉他 小朋友 仍然会找爹地 妈妈 青少年人 仍然会先去找死党 那大人呢 成年人呢 仍然会先去找 那些他觉得有能力 帮助他的人 那么 就是 同意吗 就是我的观察 为什么我这样说 跟随耶稣那帮满徒 他们不是不信上帝的人 他们跟着耶稣之前 他们已经是信上帝 是犹太人 犹太人虽然说是上帝 他们不是不信上帝 不过 当他们遇到一个风暴 令他们惊吓得不知怎样 很害怕怕无味的时候 找谁 不是找上帝 找耶稣 耶稣是谁 是老师 他们来找老师帮忙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回那帮门徒 看回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仍然遇到风暴的时间 遇到困难 都会先靠自己的能力 看看我行不行 尝试自己去搞定 搞不定 才找人帮忙 是吧 而且找那个呢 第一个可能不找上帝 找你的朋友 找到家人 找那些你觉得能够帮助到你那些的人 谁不知呢 原来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人生的风暴 是为了要磨练我们对他那个信心 上帝时不时都提醒我们 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人 不要靠我 所以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角度 去看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当然风暴留意到你身上的时候 可能你的态度 你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好 好了 我们看看 如果人生的风暴 可能是上帝给我们一些信心的考验 那到底我们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神的信心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对上帝到底有多大的信心 有多少个信心 对于说 倚靠上帝度过难关 到底有多倚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 对吧 那我们看看 马可 怎么跟我们说的 我们刚才看马可福音的词 马可福音的38节里说 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你不理啊 你不顾吗 四个节 耶稣的回答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当门徒发觉这个风暴 真是很危险 真是很厉害的 这个风暴 自己没有信心去面对的时候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自己已经搞不定了 对不对 那他就找哪个帮 找他们的夫子 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对不对 就找他们的老师来帮忙 到底是哪个门徒呢 因为有很多门徒 是哪个门徒去和耶稣呼求 和耶稣帮忙 圣经没有很清楚说 不过我相信不止一个 因为每个都害怕 很多人都害怕 总之在船上就害怕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门徒 这个门徒 在危冷的时候 就叫耶稣做夫子 叫耶稣做老师 OK 这个是他那时候对耶稣的认识 耶稣就是老师 耶稣就是夫子 我相信他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 我猜 耶稣快点起床 你看到我们这样子 你都不管 帮忙潑水 船满了水 你还不起床帮忙 我相信 可能他心里面 是有这样的想法 去到耶稣有多少信心 然后帮他解决这个风暴的问题 其实 没有什么期待 或者是半信半疑 我觉得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和马可 如何描写耶稣的回应 三卷福音书都有讲耶稣的回应 但是 是根据每个信徒的体会 来记得的 马可福音的回应 耶稣的回应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 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 英文是什么 Have you still no faith? 这是什么意思 耶稣就是说 喂 你到现在还是有怀疑 Have you still no faith? 这是那个门徒听到耶稣说的时候 他的领悟 为什么呢? 这帮门徒跟着耶稣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 见过耶稣行很多神迹 这帮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其事 这帮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其事 医病赶鬼 所以他对耶稣已经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到他面对这些风暴临的时候 心里面都不知道耶稣是否可以 不过你叫他帮忙 因为我真的不怎么 夫子救命 帮忙 所以他对耶稣是没有什么信心 对耶稣能够做什么呢? 没有什么很大的期望 所以我说这帮人 是否最低限度 对耶稣能够帮他们 度过这个人生的风暴 是半信半疑 所以九位丁姐妹 如果你是没有朋友 我也跟你说 我相信很多人 都像这个门徒那样 我们不是不信耶稣 我们不是不信上帝 那帮门徒也信上帝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会点人 或者你来我们也聚过一段时间 你也听到我们很多故事 对不对? 我刚才那派门说 牧师师妹 那里面一毛钱都没有去看标题 那两个星期就买了标题 这是什么? 神迹来的 对不对? 我自己没有想过 一个门都没有去看标题 那两个星期就买了 但是当我们自己 真的面对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沿着人生里面的危难的时候 到底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信心? 你的信心到底是有多少? 会不会像那帮门徒那样 至少这个门徒那样 是半信半疑 不敢肯定 神真的有能力 帮助我们 去度过那些人生的风暴 那结果是怎样? 你是叫了耶稣 你是叫了老师帮忙 不过其实你是仍然不知道怎么算好 你仍然觉得很害怕 而更差的是什么? 更差的是有些门徒 可能不是全部的 根本是没有信心 耶稣能够帮他们平安地 度过人生的风暴 今天就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四字 门徒就叫醒耶稣 就说了 老师!老师! 我们快没命了! 耶稣就醒了 耶稣睡着了 叫醒耶稣 老师!老师! 耶稣醒了 赤责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 平静了 又留心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Rest your faith 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 这个门徒 我不知道是谁 叫耶稣做什么? 都是老师 老师!老师! 所以他对耶稣 是否能够平静的风浪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这个人对耶稣的回答 有不同的领悟 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觉得耶稣责备他没有信心 Rest your faith 会不会? 他觉得耶稣责备他没有信心 所以路加将这个门徒的领寿 就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说你的信心在哪里? 其实耶稣实际上的语言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是吧? 但是从不同的福音书的作者记载 他们是记载门徒告诉他 不同的角度去接收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至少对这个门徒来说 他觉得耶稣说他没有信心 那他就是没有信心 耶稣说他没有信心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向上帝呼求祈祷 你信上帝的 会不会? 就算不信耶稣 我们也会向上帝呼求祈祷 不过我们对上帝对教主 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平安地去度过这个风暴 其实我们是没有信心的 当你没有信心去面对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有时不可以逃避 那你怎样? 就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担心 是吧? 在船上另外有一些门徒 我又不知道是谁 他们认为耶稣不单只是他的老师 至少有一个 我相信至少有一个 他们认为耶稣不单只是他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称呼耶稣做主 主 the Lord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记载 马太福音怎么说呢? 去门徒就叫醒他 说 主呀!救命呀! 主呀!救命呀! 我们没有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些少信的人 为什么胆怯呢? 耶稣说的信息是一样的 不过每个门徒都接受不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门徒 不只是希望耶稣 起床帮他潑水到船外面 他是福求耶稣救命 他叫耶稣救命 在圣经里面 称呼一个人做主 是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了 这个人就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人 所以这个意味着 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要完全100%听他说 完全的信服 那你叫做主 要不然怎么会做主呢?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有一个更高层次 更加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 不单单是他们生命的主 这个人是神 这个人是神 是上帝是救主 因为犹太人不敢直接称呼 神的名字 所以用哪个字去代替呢? 不敢叫神的名字? The Lord 犹太人当他用The Lord 不是Elohim 变了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其实是神 不过我不敢叫你 所以我叫他做主 不敢叫他做主 中国人都知道 忌毁 忌毁 啪啪涉毒神 所以不能叫他的名字 唯有用主的字去代替 换句话说 这个门徒 是确认耶稣是神 最得限度 是从神而来 最得限度 是一个神人 他相信耶稣是有能力 拯救他们一船人的 OK 不过 人是有眼看的 有意听 周围看一看 波涂空涌 那些水不断涌入来 那真的很害怕 所以他就叫耶稣不是帮忙 他叫耶稣救命 救命啊!耶稣救命啊! 主救命啊! 这个翻译真的很好 今天 叫耶稣救命 那这个人 他对耶稣在平静风浪之后 对耶稣那句说话的解读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们是一些小信的人 我们不信 不过信心不够 我们是小信的人 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不足 所以还会胆怯 不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是神 不过一看到环境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信心不够 所以有时候会害怕 会紧张 会担心 但是 这些人 不是不相信 只是信心不足而矣 所以 马太就把这个人的领寿 寄在马太福音里 主要领导 主要领导 在我们人生中 必定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小不同的人生风暴 刚才已经说过 而且这些人生风暴 不是慢慢形成的 是突如其来 忽然之间出现 所以如果没有好好心理准备 没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知道耶稣跟你在一起 那你真的会很害怕 所以问题就是 当你听到这么多了 我问回我自己 我们信不信得过 耶稣能够帮助我们 去度过这些危难 我们有没有信心信得过 耶稣可以让我们很平静地 如何去克服这些人生里面的风暴呢 当人生中的风暴 即危难 突然间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靠着耶稣基督 去面对这些人生的风暴 这些危难 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 当然要靠主 怎样靠呢 说不懂得说 你要靠耶稣 信靠耶稣 有时候我们鼓励 到底是什么都这样 信靠耶稣 那怎样信靠耶稣 我们看看 马可福音 35节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到那边去吧 这是耶稣的吩咐 我们过去的 另外一边 37节 忽然 忽然 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都要满了水 38节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 我门丧命 你不顾 我们刚才 开始说过 耶稣在其中一个门徒 在一条船上 向岸上的人 说道 开始说过 那些人 人们不肯走 耶稣没有和门徒上岸 黄昏夜晚应该上岸吃饭 没有 因为人们在岸面不肯走 耶稣说 我们到岸另外一边去吧 所以耶稣没有上岸 耶稣没有和门徒上岸吃饭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主 是上帝 是真神 是神的儿子 而我们真是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真心相信祂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 你如何面对人生的风暴 第一件事 你要肯定 要肯定 我们有没有遵从耶稣基督的吩咐 去过我们每日的生活 耶稣是听门徒说的 门徒应该说 你走吧走吧 我们要去吃饭 但耶稣说 我们到海的另一边 耶稣就是听门徒的吩咐 对不起 门徒就听耶稣的吩咐 到海的另一边 所以门徒听话 按常理应该上海吃饭 不过耶稣说 开船去对面 不去吧 首先我们要肯定一件事 现在我们每日在世上生活 我们是否按照耶稣的吩咐去做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是否跟圣经的教导符合 如果我们是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过生活 而我们所做的事 都是能够合乎圣经的教导 弟兄姊妹 那我们就不用怕了 第一 我们刚才说过 风暴是必然会有的 OK 但是 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旨意 按照祂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就算有这些风暴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知道上帝一定有意思的 耶稣一定是有计划的 OK 那你就勇敢地去面对 大家明白我说些什么 第二个 我们要肯定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肯定的是 是的 我们现在觉得 我每日都按照圣经的教导 行公义好怜悯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每一件事 但是 你还要问多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真的每日都与耶稣同行 我们能否肯定神与我们同在呢 我们能否肯定耶稣是在我们的船上 刚才你看圣经 耶稣仍在船上 你能否知道耶稣是在你身边 你能否把握 你能否把握 如果你是与耶稣同行的话 那我们什么风暴都不用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座大靠山 那你还怕什么 有一个大靠山在你身边 你一堆也不用怕 可能你说这样 牧师 我怎么知道我能否与耶稣同行呢 你怎么知道你能否与耶稣同行 那我再说过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按照上帝的吩咐 神的心意去过生活 对不对 但是除此之外 保罗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 《非纳比书第四章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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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纳比书第九》 《非纳比书第四章第九》 保罗如果你看到《非纳比书》 他就说我以谁做榜样 我以耶稣基督做我的榜样 我从耶稣身上学到的 所以我以耶稣为榜样 他是叫我们将他从耶稣身上 所学到的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照着去做 好像他这样 圣经说 上帝就必与我们同在 这个就是方法 我觉得 为何耶稣离开世界之后 要在地上设立教会 这是其中的原因 设立教会是要全国福音 将天国福音 告诉别人 但他将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之间 要彼此学习 互相提醒 互相鼓励 大家一起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像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跟着耶稣一起生活 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把握 我们就有信心 虽然外面看来波涂汹涌 好得人的 但是呢 我们有信心有把握 耶稣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有两个肯定 但是第三样东西 这个就不是肯定了 这个我们要 张开眼睛 打开耳朵 去做什么呢 去留心观察 去看看 到底耶稣有没有什么 印证 或者启示 耶稣有没有在做什么 是我们可以看到 以至到我们可以加强 我们的信心 去面对这些风暴呢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来说 耶稣在风暴来临的时候 忽然出现 耶稣当时在做什么 在睡觉 马可福有个记载 耶稣在船尾上 不行了 睡觉 枕着枕头 睡觉 Sleep on the cushion 我那幅图画 我常常想象 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想象 耶稣不是坐在大游轮上面 耶稣是坐在渔船上面 就算你坐在大游轮上面 我刚才先两个月 就去游船河 坐大游轮 有一天 船长说 我们知道 离开我们几天海里 有个风暴 不过大家不用怕 我们可以的 我们没有危险 是没有危险 不过那只大游轮 整个晚上都在 要来要去 大家想想 耶稣不是大游轮 耶稣是什么 普通打游船 这样也睡着睡觉 我们那晚很多人睡不着 有些人还在暈船浪 你知道吗 怎样睡觉 有些人说 耶稣太累了 你刚才不是说吗 耶稣就知道 每个港道 说了一整天 当然很累 所以天跌来 就当皮袋 照睡开 可能耶稣有这样的能耐 我不知道 不过我刚才说 我们试想象一下 那个图画 试想象一下那个图画 在大风暴当中 船上放开 水不断涌入来 但是一个人 在船尾 在枕头 在睡觉 你可否想象 这个情景很特意 好像一个很大的对比 怎样可能 但是那个就是当时 按照圣经说的 那个情况 当你看到那个图画 那个情况的时候 哇 在大风暴当中 船跑来 一个人 在船尾 睡得很安长 很宁静 会否让我们一个 即是 哇 一个人 即不仅是处变不惊 不过 好像当没有事发生 当你觉得 没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对那个环境 是充满了把握 可否想象那个图画 用一下你的想象来 如果那时候 我相信 我看回头 如果那时候 那个门徒 已经能够肯定耶稣是谁 他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的义子 我相信 那些门徒在那个时间 就不会这么惊慌失措 好像圣经描写那些 OK 他们更加会因为 看到耶稣 哇 在这样的情况 你也睡得这么甜 他真的睡着 因为门徒要叫醒他 圣经说 是不是 那他觉得 都不要紧了 我们的上帝在我身边 睡得这么好 都不要打扰他 应该没事的 如果他真的认识耶稣是谁 的话 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个问题是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 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恐惧 就怕 因为 有些人 没有信心 有些人 半信半疑 有些人 什么 信心不足 是不是 所以就个个都 腾鸡 个个都害怕了 不知道我们是哪种 如果这个风暴 是人生的考验 你的信心是哪种信心 你听了这么多 关于圣经 关于耶稣的故事 你有没有见到 神在这个风暴当中 在你自己经历的人生风暴当中 让你看到神 给你有什么啟示 或者人迹 有些人听过师母 常常说故事 因为师母很喜欢说故事 他说故事 他很听过牧师 OK 有些人听过 我们刚来加州的时候 多少钱 四百万汽袋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牧师说过 有些人没有听过 一定听过师母说过 我们来加州的时候 只有四百万汽袋 OK 那时我的大儿 是七岁半 发生了一小子 四岁半 我教了大概百灵人 多些 上任之后不久 没多久 有两个教会领袖 就来找我了 主要牧师 我刚刚有一个教会领袖 离开了教会 你一定要找他回来 你一定要找他回来 为什么呢 这个人又有钱 第一是他有钱 这个人又有钱 第二 这个人有时间 第三 很有财感 OK 做事很聪明 又热心 有钱 有财感 又热心 这条件回来 我们刚刚初来报导 那我就去找他 去我家探望他们 你有没有听过牧师说 我说多一些详细的情况 我刚才没有去探望他 本来就是想请他回来教会帮忙 谁知不知道坐下没多久呢 他就告诉我们 知道牧师 你知不知道有十个家庭 预备离开教会 是吗 是吗 OK 那你知不知道 你们教会每个月 那个供款 就是mortgage 是多少钱 不知道 刚才来的 我怎么知道 他说 如果十个家庭离开 你便不用出钱了 我说 是 我便听他说 是吗 那 OK 不如这样吧 你回去写一个 发展教会的大计 给我看看吧 那我才决定 是否回去帮你 我说 哦 我说过去给别人听 我一出这个弟兄的家门口 我站在一个门口 才没有说 他说 This is my last time to visit 这个人我最后次探认他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恐吓我 他恐吓我 而且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想操控牧师 我一来是服侍上帝 服侍上帝的教会 不是服侍某一个人 所以我说 This is my last time 去谈他了 那我说就是 说吧 我告诉师母听 原来师母听真的很害怕 为什么害怕 那时候 只有四百元在袋 刚刚来到的时候 有两个小孩 是不是 我们初来报道 人家生疏 又没有钱 只有两三个 不是十分好的朋友 在湾区住 所以 教会一个月不出粮给我们 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 马上有问题 可能做梯子都会想这些 不过我就 我就没有想到 我当时真的 对不起我老婆 师母 他说过 他没有说出声 他知道我 我应该怎么说 因为我都觉得很feel back 因为其实他很紧张 我没有想到 应该怎么去安慰他 开解他 那些 是吧 这件事 是我来 加州服侍 第二个 在侍奉上的奉务 因为我来之前 不知道教会 那个财政是这么大问题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只知道一件事 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 就是我很清楚知道 是上帝带领我来这个教会 因为我来之前 跟师父一起祈祷的各样东西 上帝给我们有引证 我们很清楚知道 是上帝带领我们来 服侍这个教会 既然是这样 我要做的 就是努力做好我的工作 忠心去服侍 但是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得安慰师母 不过原来 上帝也懂得 就是那个礼拜 跟着那个礼拜 师母有一个大学的同房 是因为公干路过我们住的地方 很自然地去探讨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处境 大学同房 师母有什么都跟他说的 是不是 他就鼓励我们 给心去做 OK 给心去做 如果教会真的没有钱 出钱给你 不用担心 我回到香港之后 跟大学同学筹款 帮你们在这里生活 不单是这样 在他离开之前 他说我刚刚公干 我有个bonus 有几千美金 他就将给钱给我们 是用来做一个买车的downpayment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credit 所以他去给我们 几千元 买一辆车给我们 哇 兄姊妹 你可以想像得出 我们当时经历的 人生的风暴 但忽然之间 跟着那个礼拜 上差一个天使来 还买一辆新车给我们 即是你不用走 继续做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起碼我的解读是这样 是吧 哇 原来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况 差一个天使来安慰我们 和肯定我们在这里的工作 于是帮助我们度过了 那个很大的风暴 教会从来都没有欠过人工 给我们 而且很快教会被重建 起来 最后弟兄姊妹 在我们人生中 刚才已经说过两次了 一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暴 这些风暴有时很自然会令我们觉得很害怕 很震惊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到原来这些风暴 原来很多时候是上帝的工具 是上帝的一些方法 来去磨练我们对他的信心 那我们就会用一个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人生的风暴 起码不会这么害怕 原来上帝是容许的 上帝让他出现 让他发生 那你就要看上帝要我们学什么 上帝要如何提升我们对他的信心 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确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 只要我们能够肯定 耶稣在我们的身边 耶稣在我们的船上 我们所做的事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耶稣又与我们同行 那我们就一无所举了 你可以放得下 你可以教导给上帝 因为在过程里面 如果你能够将你的耳朵打开你的眼睛 上帝会让你看到他在做什么 不是那个结果 不是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No 但在过程里面 上帝会让你看到 I am watching over you 我是看顾着你的 你看看 我做了这些做了这些 我看不到最后的picture 不过 I am doing something for you I am doing something for you 所以 就是靠着你对我的信心 继续去完成我给你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单单能够经历上帝的能力和恩典 所以我们的信心都会大增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肯定耶稣是谁 不知道你们能否肯定耶稣是谁 为什么呢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一节 怎么说呢 他们是说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就大大的惧怕 这个不是fear 英文就是fear 不过是敬畏 不过是敬畏 不是害怕的fear 不过是门徒 因为这样的缘故 敬畏 大大的敬畏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連风或海也听从他了 这些是自然界的景象 都在耶稣的掌控当中 这人到底是谁 大家说呢 你觉得耶稣是谁 谁说呢 连自然界 耶稣都可以去操控 一句说话 正了就正了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霧道的朋友 既然你坐在这里 你不是第一次听 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 耶稣对你来说是谁 耶稣对我们来说 耶稣是谁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算耶稣 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到底有多少 当日的门徒 其实也不太行 有些人不信 有些半孙半疑 有些人又不够信心 今天我希望透过 这个我这么重色的故事 你能够再次去掌握 哦 原来耶稣真的是神 所以以后当你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你要找到的 不是你的父母 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那些有权势 有能力 有影响力的人 是谁 是主耶稣 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是基督 天后上帝 我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 在一个这么熟悉的故事里面 你让我们看到 原来有时我们真的很欺欠你 我们可能不至于没有信心 不过我们有时是半信半疑 有时我们的信心不足 因为我们未能很肯定 100%确定 You are God 耶稣是你的儿子 求天父你赦免我们 这个信心软弱的罪 帮助我们 不要惧怕遇到人生的风暴 因为这是你要操练我们 信靠你的工具 让我们能够在风暴当中 有时可能会紧张 有时可能会有些忧虑烦恼 但是当我看回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抓住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很平静地 去度过这些凤凰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以及加添我们 信靠你的心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